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夜里山间有猛兽出没 二位施主若听见动静 不必害怕 小生姓陈 明又卿 进京赶考图经子弟 敢问过 我叫夏侯雪 雪 春雪满空来 处处似花开 阿雪 小生见姑娘貌美 有感而发 请不要见怪 此处有妖气 姑娘真爱说笑 此乃佛门清修之地 怎么会有妖气 不仅此处有 附近四周都能感受到 哦 姑娘别怕 若真有邪随之物出现 小生定保姑娘周全 我们早点歇息 明日见舍离失了锁灵咒 速速离开此地 好 对了 真是一位得到高人赠予小生的护身符 姑娘把他带在身上 就不会害怕了 无功不受禄 公子的好意我先领了 夜已深 我先休息了 也好 明日启程我们再聊 阿雪 阿雪 快醒醒 下猴姑娘发生何事 姑娘你 她知道你是妖了 杀了她 年生枝节 你怕我吗 不怕 姑娘刚才斩灭尸妖 定不是坏人 若真要害我 也不必等到此时 别被骗了 等她叫来斩妖人 我们就麻烦了 我不想杀她 姑娘 你似乎在和谁说话 没什么 我出去查看一下 你要跟来吗 不 姑娘身手了得 只管去便是了 小生只会拖累姑娘 夏侯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 一位香兵刚才来找小生 他自称楚城 说能带小生安全出去 但要先找样东西 路上忽然被一尊佛像挡住了去路 小生两眼一黑 醒来的时候 就见到了夏侯姑娘 那孤魂野鬼 是要找她作伴的 就是她 她还好笑 她好笑 也要小生 跟她 阿萱 别管了 我们走 可是 人尚且未必救人 我们是妖 更没有救她的道理 人也好妖也罢 我是我 不想见死不救 她与我们无恩无德 是死是活与我们何干 舅舅说 与人为善 与己为善 何必计较这些 哥 随你吧 待她恩将仇报的时候 你就知错了 快 是斩鱼灵手 我出来救你 你被疯了 死猴姑娘 我来救你 我继续不住了 你快走 姑娘要不要紧 怎么回事 你 不是被那个阴兵 带走了吗 小生跟随那香槟 在山里找到一具尸骨 从上面拔下了一柄 她让小生 带着来寺庙找件东西 没想到 正遇见夏侯姑娘有危险 索性姑娘平安无事 她要找的东西 应该就在里面 你不怕她害你 她答应小生 只要为她了却遗愿 便助我安全离开此地 那阴兵有执念为消 也许 想借她的身还阳 我也进去看看 阁下究竟何方神圣 在下楚城 如姑娘所见 尚有执念为消 不得往生 成了古魂野鬼 刚才的夜叉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下占有的怨灵所变 每夜徘徊于此 枪海解锁的路人 在下遇让书生来此找童心结 为驱赶夜叉 先带她寻得了杀死她的凶器 若你们能把童心结 带回给在下妻子 在下定全力报答 我可以答应你 但你不可害这个书生 放心 在下没有这个打算 变灵的源头在何处 山岗上有一座佛塔 那是当年的抛石处 厉鬼聚集便是源头 那可知这静隐寺安灵舍利 在何处 也在佛塔 慧颜大师抱着的 一尊佛像上欠着 那我们去一探究竟 你在这里等候 我独自去佛塔 小生帮不上忙实在惭愧 这护神服姑娘带上吧 看来这便是慧颜大师 就是这里了 找到医师的头骨 就能破掉结界 不仅得到舍利 把源头月灵逼出来 还可以散掉仗器出山 此下找找 是灵魂残渣 好强悲悦念 灵魂残渣 这家伙没死 你 百里放出什么 不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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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活相 你陪葬吧 何故 天归一大 怨战 青楼 青楼 封 封 孤家早已家破人亡 二人将童心结埋于楚氏之墓旁 相聚有时 离别有期 待小声科考结束 能否再见姑娘 公子有自己的虔诚 你我人要殊途 还是不要执着了吧 可否告知小声 姑娘将来会在何处 小声若找不见 便不执着 不错 这小子倒有几分根性 好吧 你若能寻到明州城 便能再见到我 明州城 小声知道了 夏侯姑娘 我们有缘再会 嗯 保重 这小子毫无灵力修为 一生都不会有机缘 找到明州城 那样便好 他找不到 自会知难而退 老师交代吧 你到底帮他们做什么的 请诺尔 请诺尔相信我 你们说的那位柳池 小声真的不认识 海底赖 怎么那么巧今天来我们村 小声追随一位朋友来到此处 有何巧合 小声实在不知啊 陈公子 你怎么在这里 夏侯姑娘 你来得正好 快帮我解释一下 姑娘 此人你认识 嗯 他是我的朋友 你不是进京赶考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与姑娘分别后 小声便觉了无生趣 对明州城更是查无线索 科考虽重要 却哪比得上姑娘 哪怕金棒提名 此去经年 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小声当即折返 一路打听追随至此 姑娘虽然本领高强 但孤身在外难免犯险 请让 你手无腹肌之力 几个小妖 别把你吓得魂不附体 又能帮上我什么呢 我 我马上要去山谷深处 那里恶妖众多 险境中尚且自顾不暇 你还要跟来添乱吗 我 你待在村子里 大午回来后 带你离开此处 想打断我没那么容易 月魔变成了黑色 阿絮 我来助你 这时刻在吸我的元神 快跑 她在进你的元神 小猴姑娘 你 保重 这位书生 是你们的朋友吗 是 敢问前辈 现在还有救她的办法吗 元神出窍后 肉身若无法力维持 不久便会如尸体般腐坏 老夫倒能为她维持肉身 但要取回元神 前辈可有办法 天元石内有乾坤 封印了上古凶兽混沌 血魔就是想利用元神 供养天元石内的混沌 来从石头内得到自己修炼所需的法力 混沌为何物啊 此物凶悍异常 且狡邪难防 无形无相 却可窥惜他人经历的事物或执念 欢化出邪碎之物 与人为敌 若想解救那书生 须斩灭混沌 天元界的封印 会失效重组 你们的元神 也可以在重组的过程中 被释放出来 如利有不殆 则有去无回呀 那书生已被他吃了 也说不定 如此这般 你可愿意犯贤 书死更加刻不容缓 哥 我要去救他 他如今有恩于我们 我和你一起去 不错 白臣教育得很好 既然已有觉悟 那老夫施法了 喂 傻瓜 夏侯姑娘 你 你怎么在这里 你说呢 看来小生终究没帮上忙 不过姑娘莫急 小生正在想办法 定能带姑娘离开此地 傻瓜 我是来救你的 没武功还逞英雄 命都不要了 原来姑娘没事 小生虽没武功 但大丈夫言行合一 说要助姑娘 自当身体力行 对不起 之前在村里 对你说了气话 不碍事 小生明白姑娘所思所想 也请姑娘 不要介怀 别叫我姑娘了 叫我阿雪吧 走 我们离开这里 好 阿雪 小生 爱读过一本典籍 死无因为凶杀混沌 吃散他 我们出去 我感到你想要 舅舅 你慢点 阿清 小舅 携手 混沌 快放开阿雪 你们半人半妖 于世间人类和妖魔所不忠 离了民众的没武器 要多加小信息 鲁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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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要差了 小心 啊 阿雪 你醒了 已經沒什麼大礙 過兩天就能痊癒了 多謝前輩 阿雪 事情末老都和我說了 我想隨你們一同去明州城 好 那邊一起去 過幾日 咱們便出發 眾人回到明州 末老將夏侯秦解讀 夏侯秦康復後 仍執意尋找成為拳妖的方法 離開了明州城 而夏侯秦 則出現在了一本游記中 書中以一名書生的角度 講述自己與他相伴而行 雲游四海的故事 提供 咱們去尋找 說明州城 還真是一件事 請幾個字